台湾土地开发公司因为财报难产 导致股价暴跌 即将在8月4号要正式下市 6万多名股东权益严受受损之下 不满台开在无财报情况之下 还引进私募基金 那么针对种种疑虑 台开现任董事长邱宇云 则举行重大讯息说明会 强调是银行端的问题 想解决却不断被阻挠 但这个说法却让股东没有办法接受 台开争议越演越烈 董事长邱宇云大开记者会 要给6万名股东一个交代 可是说来说去内容却抽象又空洞 说好的交代在哪里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票票清偿完毕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 我们已经清偿完毕之后 我们无法将我们的支票注销 邱宇云提出四大要点 他认为退票都已经完成清偿 是银行端部帮他处理 而且也有写请联府中心纾困 但因为没有财报所以不辅导 更认为欠债不理并非事实 是一股无心的力量想破台开下市 甚至频频表示公司未来前景可嘉 要股民们给点时间 说有新案源 但却没有更具体的说法 种种又因台开看起来有救了 但其实更多的只是想帮自己解套 他是不是在清偿方面 有符合或满足债权银行的要求 这一点我们就不清楚 台开公司本身是一个上市会的大公司 并不是中小企业 所以联府中心没有必要 一定要写住台开公司 整场记者会重点被模糊 看不到的财报依旧看不到 台开内部纷纷扰扰 面对8月4号即将下市 是真的有心想解决 还是早知道没办法解决 这些股民们何去何从 没有一个合理的交代 一连串瑕疵 瘫在台面上 记者台北众后报道